好 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请到一位新朋友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分享他一路创业的故事 他是全世界唯一自动冲气 跟自动喷气功能的气垫鞋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但他是怎么样做到的 今天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好好跟大家现身说法一下 好 欢迎一下BAW专业空调气垫鞋的董事长 罗之芳 罗董 罗董你好 那个韵芬小姐好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啊 因为我看到董事长的名片的时候 他就说人家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小姐 看名字都会叫小姐 叫罗小姐 芝嘛 芳嘛 我是芬嘛 你是芳嘛 对 我妹妹也是芳 所以很容易会以为是小姐 除了你的名字让大家会有误解之外 你的品牌 大家都会认为是我在卖车子 对 因为我们不能讲品牌 怕NCC会怕 不过说实在你BAW跟那个BMW真的很像啊 对 人家叫你买车的 所以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 这个自创这样的一个品牌呢 是这样子 因为我本身 是BEST BEST AIR 气 可以想见 AIR WALK 走路 最好的气垫走路 走路鞋 哦 那跟车子没关系啦 对 但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子 打电话去找他们老板 我就跟他说 我是 他说啊 我们老板要买车哦 我说不是 我是坐鞋子 所以当时你也没有想到说 他跟这个汽车的品牌会这么像啦 还是有想到 老实说应该是有啦 也有哦 就这样让大家混淆一下是吧 哦 鞋子中的BMW 哦 厉害了 厉害了 可是那时候 我知道你是做 你是彰化人吗 对 我彰化人 哦 我们节目访问不少彰化人 对 我一个 哪有彰化人 现在是有一个彰化人 真的 小时候真的很苦 所以那时候很苦啊 对 然后要打工吗 要 要啊 从小啊 对 从国小 哦 哦 然后后来怎么会走到这个做鞋子呢 呃 是这样子 因为我小时候家里真的很穷 嗯 那我出社会 我就想说我要去学一个一技职场 嗯 那我出社会我十八岁 嗯 我从国中毕业 毕业第三天就到别的县市去当学徒 嗯 那后来经过一年 嗯 我的最高学历是补校 嗯 我是念慈名商工美工科 这个毕业的第三届 哇 你等于说国中毕业之后 开始工作是不是 然后才去念补校啊 对 那也很辛苦啊 对啊 因为就是家里穷 嗯 要不然我的 我在国中啊 我这个人比较臭皮一点 嗯 我都敢这样说 嗯 我在当时国中我可以说是全校美术工艺第一名 嗯 然后我连升学的理的那个想法我都不敢想 嗯 我就想说我赶快毕业之后要去赚钱 然后替家里家里面分担经济 嗯 嗯 所以自己有就是有兴趣也有天分 但是也要把他压抑下来 对对对 因为赚钱还是最重要的 对那当然我我出社会之后 我有几次想要转换跑道 嗯 但是为了为了经济问题 还是忍下来 嗯 那时候学徒是做什么 这是模具啊 就做模具啊 对做鞋模 做鞋子的模具啊 对的鞋模 所以说我在协业界到现在快40年了 嗯 所以很多朋友了 对啊 还是很多敌人 没有啊 宝城那边都很熟啊 哦 所以那时候你有帮他们做鞋模的 对对对做模具 模具的开发 对嗯 那后来怎么会想要自己来开创品牌呢 嗯 就是这样子 因为模具是在台湾算是传统产业 对 那我们台湾两大制鞋王国 嗯 一个制鞋王国 就一个叫做纺织王国 嗯 但后来都是要大陆去投资 对对对 你知道那个 我说大陆就像一块很大的一个海绵 嗯 那 鞋厂过去 嗯 然后加工厂过去 嗯 然后我们模具厂跟着过去 嗯 到最后连贸易商都过去 嗯 那台湾连根拔出 嗯 连根拔出 嗯 所以说我没有去大陆设厂 本来是都在谈好了 有也是也要过去 那边都谈好了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韵芬 在我旁边的是BAW专业空调气垫鞋的董事长罗之芳罗董啊 刚有跟大家聊过就是说从小学徒做起 那么也做了邪魔的一个开发 那大客户是保存是没有问题 所以你当时也想要跨足去大陆啊 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过去了 嗯 这边没有市场 对 嗯 是 嗯 那我大陆那边其实都谈好了 嗯 但是大陆那边的一个 我们跟他要 就是合合作的对象 嗯 他我们回来回台湾之后 他打了一通电话 嗯 他说哎 他有负债一千十百万 嗯 所以我们公司开始合并的时候 嗯 公司要背他这一千四百万 嗯 那当我有另外一个台湾的一个鞋厂的老板 一个仲先生 嗯 那个那个刘老板 嗯 他就跟我说这很不合理 嗯 一拖 大陆就没有过去 嗯 那当当时那时候我就做我就转转做鞋材 因为模具变很少 嗯 其实 或者是大工厂 或者大集团他自己开模了啦 对对 像那个宝城 他们以前 我们在台中太平 所有的模具厂都在做他们的鞋子 大部分 后来他们自己开了好多家的鞋模厂 而且都非常的大间 嗯 他的规模都非常的大 哈哈 全部都收回去 嗯 嗯 所以你就让人 谢谢 再联络了 对 所以说我们做模具这个行业的话 在台湾的话就接不到订单 哎那你怎么会去做一个这个空调气垫呢 哎 对我刚刚在广告时间我也跟董长在聊嘛 是 哎气垫鞋其实很多人跟他会做 他说没有 大家都不会做 只有我会做 哈哈哈 其实要跟各位听众讲一下 那当然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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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先先跟大家说一句 我不是在批评别人 嗯 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专业的角度 嗯 消费者 你们有没有听过 隔行如隔山 是啊 当然是 消费者 都不知道什么叫气垫 嗯 很多客人都 啊那个穿起来就比较软啊 软软的那个叫气垫 人说错 啊那个只是把发泡的电子加厚 嗯 把那个鞋垫做软 嗯 就把就跟你们讲那个叫气垫 嗯 为什么叫气垫 为什么有气球有汽车 嗯 的那个轮胎有没有 嗯 有气垫船 嗯 那因为他有一个包覆的东西 有一个密闭的 然后 有压力 嗯 空气的压力 我们现在目前的我们也 在鼻子在呼吸的那个气 那个气压叫做 常态气压嘛 嗯 轮胎的气压一定有比较高 嗯 你气球的气压一定比外面的气压高 嗯 就是要有这个气压把这一个物体 轻住 这个物体叫做气囊 嗯 把它撑开 嗯 里面有高压才能够撑开嘛 嗯 撑开才有办法支撑你落下的重量 嗯 这个重量要要怎样避你知道吗 就是说让你的 就像你用手拍 你不能拍桌子有没有 嗯 你不能一落下就拍到桌子 那就没有 没有一个气垫 没有避震的效果 对 就是你拍不到桌面 嗯 它会软软的 嗯 当然我们BAW的一个气垫 嗯 我们是气囊 这是一个专利吗 对专利 我申请了很多的专利 嗯 我们的气囊 嗯 你穿的时候里面没有气压 是常态气压 嗯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 我这个气垫是把它灌好之后 嗯 你放久 它里面的压力会完全卸掉 嗯 卸掉之后就没有没有 你会越踩越扁 有啦 就是我们的球 如果这个篮球你久不打的时候 它就像小轰啊 很奇怪 它有破吗 没有 没有 因为空气的分子很小 嗯 它会慢慢的卸掉 嗯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就做一个 自动充气 怎么自动呢 嗯 客人都会想说 诶 我的鞋子里面有电池有码的 我说没有 嗯 我都跟客人开玩笑说 我的电池装在你的身上 嗯 因为你有电才会动 嗯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你要动你要走 对就是你走路的时候 你脚落地压缩 嗯 就像那个汽车的气缸 有没有 它也是一样啊 它也是这样的 一上一下一上压缩 嗯 你踩下去的时候 压缩到我的一个空气压缩机 嗯 我的鞋子里面有空气压缩机 你不要怀疑 嗯 把气压缩到我们的气囊里面 嗯 然后气囊饱和之后 我的客人说 那一直冲一直冲 那个气垫是不是 会一直冲一直保 然后砰爆掉 说不会 我就是利用你饱和之后 你就冲不进去 然后就从另外一个管 管路噴出来 所以说我们才会叫做 专利空调气垫鞋 对 你是用空调气垫的 你不是用空气 或者是气垫 我们的空气 是从外面吸进来 嗯 然后你踩下去之后 气囊充饱了嘛 嗯 才踩下去的时候 它就从你的脚前掌 我们一定要把它拉到前面哦 嗯 你从你的脚后跟喷的话 就是脚后跟排掉 嗯 你拿到你的鞋头喷进去 嗯 绝对保证 你走一步就有 几十细细的气 嗯 喷到你里面 然后把你里面原有的 湿气 湿气 热气 强迫 往你的脚跟排掉 哦 哎呀你怎么会跟鞋子 有这么深的渊源啊 之前不是做鞋的模具而已吗 哎 我刚刚有讲 我是做鞋模 对 做鞋子的模具 嗯 那当然你看 从学徒到师傅 嗯 然后我当兵回来 我二十六岁就自己来开鞋模厂 嗯 我们开了一个叫做圣丰制模 嗯 那我们开鞋模 我们就接所有的 嗯 不管是贸易商 嗯 或是鞋厂 嗯 还是说敌厂 嗯 他们的一个模具 哦 我们还会帮客人设计 在家制造 哦 嘿 所以那时候就跟鞋子有不解之缘了 这机场都要跟做鞋子有关 对对对对 所以说你看我模具开好之后 嗯 第一个我们模具是这样 是一定要开 先开样品 嗯 样品开好之后要送去 鞋厂 给那个师傅 嗯 我们就看师傅在做鞋啊 哦 这个这个这个底模要怎样做 鞋子做鞋才会漂亮 然后我们会看到 他怎么怎么去开鞋面 哦 嘿 那董事长 我觉得你像一个 呃 发明家嘛 那你发明好了以后 你就把它卖掉啊 就比较轻松啊 其实是这样子 有 对不对 对 有 你有没有想过 有 我那时候有 我有一双叫做 智慧型的一个 一个一个空调气垫 就是要卖给那个叫做Nike 哦 结果我去找那个 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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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泰鞋厂 嗯 我说我要把那个专利卖给那个 Nike 嗯 我请他帮我介绍 他死都不要 啊 死都不要 对我还开了很好的价钱 哦 哎呀他帮我介绍卖成功有 我那时候有算过 四千五百万 哦 给他的佣金 哇 我还原来是你赚的钱呢 因为我是开架卖给Nike 好像 哎 三亿吧 哦 对哦 因为有人有专利的时候 他就想说干脆我就卖了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但你选择了一个就是自己要卖 到底就有什么故事 我们待会分享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罗董来好好的谈一谈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你自己创造出这样的一个 嗯 气垫鞋的话 其实可以卖专利的 但后来呢 你觉得说干脆自己来推好了 那你就教一下我们消费者 应该怎么样去挑一双鞋 说实在啊 男生可能比较好挑一点 女人就比较麻烦一点 女人宁愿脚痛死都要漂亮 哈哈哈哈 但现在健康意识抬头哦 对我们是应该对自己的脚好一点啊 因为我前不久才去走了一个步道 回来之后医生诊断说 啊你足底筋膜炎啊 我说我穿球鞋啊 那他就说 他就跟我说那不够厚 不够硬 对对 那个在这边跟听众 我教你一下 我说你去买鞋子 你都不要客气 因为鞋子的结构 就是说有一个叫做鞋底 我们叫做底台 底台跟鞋面 它是一个黏在一起的 就成了一双鞋子 但是我们所采的 那个叫鞋垫 我说你买鞋子 你觉得这双鞋子有点贵 你就不用客气 你手伸进去 心到鞋底 把那一块垫子有没有 你脚在踩那一块 那叫鞋垫 你就把它抽出来 重点哦 你抽不出来的鞋子 我建议你不要买 抽不出来的那个垫子 为什么 那个垫子都黏到的 对 它会把你黏到的 他把你黏到的 那个垫子就是代表 它很坏的 品质很坏的 啊 你看不到 它搞不好是一片乳胶 乳胶差不多0.5mm 那个0.5公分 5mm 真的 我的眼里 它就这样而已 那看来很热的 那个活动的垫子 跟那一片 我都稍微算一下 那个单价可能差10倍 哦 你知道 它的单价差很多 那个活动鞋垫 它是一次只能够做一脚 那个模具 如果我告诉你 我是模具 我是专业的 一箱 一箱 一次有的是一箱 像EVA的 那个EVA的模具是一双 像PU模具的话 罐珠都是一脚一脚一脚 一双模具就有两副 那EVA的模具 就一双才一副 但是那个单价 都一定比那个粘食的贵 粘食的它是一个整卷的 那只用斩刀 擦 上胶 把它粘住 大部分的鞋子好像都是这样粘住的 那都是便宜的啦 对啦 还有一点 那个你看鞋厂 接这个订单 是跟鞋接的 跟上面 上面要三架 一定会压 你量产的时候 它本来单价压低 压低你可以从鞋底偷吗 没办法 你可以从鞋面吗 没办法 从哪里最简单 就是从鞋垫 偷工 减料 就用的比较差的啦 对 但是你们 就是说你拿起来 你拿不起来的 你不要买 你拿起来 你还可以看 你脚在踩的那个避震 到底好不好 避震 你说它的固扇 它的弹性体 它顶多就是泡棉 厚厚一点 厚一点它的避震比较好 对 那当然像我们的鞋子 你到门市去 你把那个电池拿起来 底下就有我们的世界专利的气垫 那已经拿到世界专利了 是这样子 我们有超过七个国家 我才敢跟你说世界啦 要不然一般人都会说 叫做多国专利 因为我们 我第一次申请 我申请到四六个国家 所以我在专利的费用 花了很多钱 我赚了钱 差不多就给专利拿走了 可是请健康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对 所以说 今天为什么说 如果要跟各位介绍 我们这个鞋子呢 就是我们的鞋子 是最健康最舒服 而且都是台湾做的吗 没错 我们的工厂 我刚刚有讲 我是做模具 那我做模具 我都到卖鞋子 卖鞋子之后 第三年我自己开鞋厂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鞋子 在外面给人家做 人家说你这个要怎么拍做 我曾经有一个鞋厂 我不骗你 他接了我第一张订单 女孩子的鞋子 没有我们的订单量不大 那张订单应该有八百双 他接了多少 多久之后还没有交我鞋子 知道吗 一年 我的鞋厂就是因为 这一个客人 把我接了这张订单 一年一双鞋子都没有交给我 我那时候已经气到胸会痛 我说这么困难吗 我自己开 我自己做 民国97年 我才开鞋厂 我觉得一般来讲 就是女生的鞋可能都要少量多样 对 因为女生喜欢变化多一点 对 那时候你做的不是先做男鞋啊 男鞋比较简单 男鞋我是给我们高雄的一个鞋厂 不同 我给她做 那女鞋她把我接了 又不交货给我 其实她都没做 你没有问她 很疼她 很疼她 她跟我问 我说 冬的你如果不跟她做 不好意思 我们就要跌倒 台湾有一年有四个党次 台北世贸 环雅百货 再来就是台南两厂 真的 我就是 考虑就是说 她不去跌倒 她不担 所以说我到最后算了 自己做 有志气 但是我就跟那个老板讲说 等一下 我如果做不开 我给你感谢 做不开我给你完成一次 我真的我亲爱的 你现在有给他感谢吗 现在对她还不错啦 感谢她让我有这个机会 对 如果她汤匙肯帮你做代工的话 可能你自己也不会撩下去去做 对啊 因为你都不要听过 人家说你要吃牛奶 要一杯来喝就好了 放一根牛奶 我就是这样 但是你可以自己做主 对不对 你要做什么样的男鞋 做什么样的女鞋 对 我要什么鞋子 我就自己开发 对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教一下 因为买错鞋 你对你的脊椎 对你的脚 影响会非常的大 要怎么选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现场的是我们BAW专利空调气垫鞋的董事长 罗之邦罗懂了哈 当然刚有跟大家来讲过 那么你自己教大家怎么来挑鞋子 是 不过说实在啊 鞋子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脚步 还有就是支撑我们的体重 我们的那个脊椎哦 这真的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很重要 然后我刚刚有跟在广告时间 我又忍不住问啊 我就有问你说那个气垫啊鞋子 现在鞋子很快就失去了 环表很保鞋底 你如果没穿半年一年就失去了 对不对 然后你有特殊的做法 是不是这些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都不常思 不能讲说我今天广告时间聊的 然后我们听众朋友都听不到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除非你在运动 运动鞋都是做橡胶底 为什么 你运动的摩擦系数很高 你要耐磨一点 那除了这一点之外我跟你讲 你尽可能去穿环保底 环保底我们 我们专业名词叫做PU PU底 但是没穿啦 放半年一年就失去了 对 补去了 对我跟你说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们那个PU底 我们有两种材料 叫做巨脂 巨脂类 巨脂类 那个你 好像她那个 韵芬小姐讲的 很快就会 浮起 水盖 所以说我们BAW的鞋子 都是做 叫做巨米 巨米类 米类 我们称为耐水解材料 所以说你去我哪里 买鞋子 你放心 我跟你说 你的环保底 你也不用烦恼 你只希望穿幾年 我都说过 你希望穿 你希望穿幾年 它坏掉了你才心甘情愿 我给你的一个答案 我给你的保证 绝对让你满意 客人 像刚刚那个 韵芬小姐也说 两年我说 你太有良心了吧 对啊 保证我穿两年不会坏 对不对 我说客人说三年我给你補过五年 哦 客人说五年我给你補过六年 不管你怎么穿 你帮我扶起 你穿六年我给你補过七年 这十对我跟你说 这个空调都不能开 你今天要是跟我们听众朋友讲的话 大家都去你的店 要说五年六年 沒關係你六年我给你補过七年了 你一双鞋子你要穿到五六年七年 我给你共鞋 我也真的配合你了 可是那你刚刚也讲过 就是说那气垫 当然如果坏了怎么办 几箱都坏掉了 你讲的是重点 所以说我们的鞋子 基本上有八十趴以上的鞋子 气垫都是活动的 就是说你的气垫坏掉了 气垫是一个我们称它叫做消耗品 气垫坏了 你拿去门市马上换新 一双五百块 你要单独买 我跟你讲 你单独买一双是三千 你不跟我买鞋子 你要买气垫 OK我卖给你三千 我鞋垫也可以单独买 最重要这是服务的一环 对 也是保固的一环 对 那未来怎样 就是持续的在卖这种有健康的功能的气垫鞋 对对对 因为像我 其实我们是从事制造业的 我从模具 然后研发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双鞋子 就是说我们帮客人一项一项 就是做鞋材 那我们慢慢的研发 然后我们要看别人的鞋子 那怎么可以称为气垫 所以你现在看Nike很不爽 不敢 不敢 那你要不要走到世界舞台 跟他拼一下 我是靠一个博乐 要不然我的鞋子 我说现在可以打败Nike的 只有我们的鞋子 绝对我跟你讲 绝对 因为我们的鞋子是真正可以保护你穿这双鞋子的人 我的鞋子是保护到哪里 你的脚底除外 之后还有你的膝盖 你的关节 你的胸骨 最重要的运动员保护他的后小脑 小脑 不要拔斗咬后小脑 后小脑我跟你讲 你要打球就好了 你说我踢得很好 我刚下场的时候 踢得很好 你会跳的跳的跳的 你的后足根不会落地 对不对 但是你打了三十分钟 四十分钟之后 你的体力透支了 你跳高抢篮板 你着地的时候 后脚跟 你那时候力量不够了 你的脚踝 没有办法支撑 你的避震不够了 你的后脚跟就落地 倒下去 为什么你属好 膝盖半月骨会受伤 对对 就是因为这样 你穿我的鞋子 我来说绝对没中心 可是我们又没有要去 尬篮球或者是拼命 一般如果说只是上班 或者是我们今天走路 要怎么选择 其实走路 我的鞋子每一双都OK 那我要跟你讲的 重点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说 什么时候你的膝盖 是最需要保护的 什么时候最容易受伤 我跟你讲 你要听清楚 你现在头脑里面讲的一定是 下楼梯了 我说不对 大错特错 你自己去下楼梯看看 你下楼梯你是用你的脚尖左地 然后你脚尖左地的时候 你的膝盖是尾弯 是尾弯 膝盖受伤最严重的是你下山 下楼梯 对有人都这样讲 下楼梯 下楼梯是斜坡 下楼梯就是下楼梯 不是下楼梯 下楼梯就是哪怕楼梯 斜坡你一定是后脚跟落地 它也是重力加速度 很多人去爬山爬到最后膝盖坏掉 对 穿我的鞋子 膝盖不容易换 不容易换 为什么 因为我的鞋子的后足跟的避震器 是跟我们汽车的安全气囊的功能是一模一样 安全气囊只有一次 我的避震是无数次 你的意思是说 只要我下坡用力的时候 我一压它 它的气垫就会跑出来吗 我跟你讲 我的气垫是这样子 我随时随地 那个气囊在那边等着你去踩它 你压下去的时候 那个气囊里面的气压 马上上升 上升的话就有反弹 反作用力 对不对 我的气垫就是这么神 踩下去的时候 气会排掉 就会缓降 所以说我的避震曲线 是瞬间下来之后 是慢慢的 就好像你拿手 我要打桌上 你就很大力下去就要 一声嘛对不对 但是我下来 你那么大力 但是我快到的时候 我是轻轻的放下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气消掉的时候 我就跟刚刚跟你讲的 跟安全气囊是一样 噗 消掉 然后你 消掉就没了 没有没有 我的起来 我的后跟气囊里面 有一个叫做双涡轮的弹簧 它是没有压缩笔 我现在的制造它的结构 是有七个圈圈 一圈是0.2公分 就是2mm 你气圈有多少 一般的弹簧气圈之后 你压到极限有1.4公分 对不对 274 我的弹簧 压下去剩下4mm 你讲的好像 那个空气的压缩机一样 就像我们的肺嘛 你气吐掉 对不对 你要马上把它吸 再吸 再吸进来 所以说 我的气被你压缩下去的时候 卸光的时候 你脚一抬 它马上再补气 神奇了 所以我们要支持一下 台湾的一个专利 今天非常谢谢 这一句罗董 这一句罗董